所以你說寒流什麼時候會燒起來 這大概很簡單啦 當台灣人有一天他看到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那一瞬間他的 炸腦終於想通了 這時候寒流突然就燒起來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清大馬斯克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寒流會不會退燒這一件事情 這段時間呢 我們看到台灣的政治生態 圍繞到國民兩黨 那我們看到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事件 有搓湯圓事件 談判協商 組織動員 這個所謂的官僚體系的傳承 都會看到 不管你的歷史書上面 在什麼書上面 就會看到這種政治文化 政治生態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些新聞 其實也不會覺得很有趣 就會覺得很無聊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說 其實在這幾年的一個 政治生涯當中 其實 有一些不一樣的人 進來到這個政治生態 比如說呢 有理工人才 這個醫學界的還是理工人才 進到這個政壇裡面 要從事政治活動 還有企業界的啊 企業人才商人呢 來到這個政治活動 但是呢 有一個領域的 我在觀察有一個領域 他來到這個政治生態裡面 就是所謂的 夢想家的這個人才啊 他本身是一個夢想家的類型的 他來到這個政壇裡面呢 參與政治活動的時候呢 他會產生的一些對比 他會產生的一些格局 比如說一個理工人才 一個醫生啊 還是一個工程師 一個主管 來到這邊 通常呢 在做事情的這個效率上 所謂的KPI等等 做事情方面 很不錯 能力很好 做事很好 但是他還是會有一個極限值嘛 極限值呢 極限值就是說 他能做到多大 他的極限值 大概在哪邊 他是一個理工人 他是有一個極限值 因為要處理的事情 不是只有事情啦 叫做人事物一起處理 所以一個人的時間 最多就是有限嘛 但是很多人 一起來做的時間 他時間就變多了 那如果是商人呢 商人來從事政治活動呢 他還是會有一個極限值嘛 因為商人主要看的 叫做籌碼 對不對 利益 談判 等等 所以呢 他還是會被 籌碼上 和利益上 去做捆綁 但是呢 如果是一個夢想家呢 來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他好像每天都在做夢 他好像 每天在講幹話 確實 你聽起來 他真的在講幹話 不管你是要講他草包也好 你講他神經病 你講他瘋了也好 都很正常 因為他講的東西呢 會讓你聽起來 假大控 但是我發現啊 要改變整個世界 改變人類的生活 這些人 都是夢想家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其實他是有一個階層 譬如說 你從最底層的員工階層 上來 工程師 主管 高階主管 總經理 老闆 對不對 企業家 老闆 在上面這一層叫做夢想家 我 最近啊 就看到一個 最經典的例子叫做 馬斯克啊 因為馬斯克呢 當年呢 就是如此的瘋狂 他 他要為這個世界呢 打造第二個 人類可以居住的地方 他 他知道 全世界 世界的能源總有一天會用完 石油有一天會用完 所以呢 第一間公司 他成立了 PayPal PayPal這一間公司嘛 後來呢 把他賣掉去成立 太陽人的公司 然後成立呢 特斯拉這間公司 然後再成立呢 SpaceX 這一間公司 對不對 那他成立的過程之中呢 其實 這個考驗非常多啊 就像是 每一間公司都是賠錢貨啊 特斯拉當年呢 賣一台 要賠掉多少萬的美金 一二十萬的美金 賣一台賠一台 那他的這個 太空發射這個衛星呢 吃進了多少苦頭 第一次 衛星發射爆炸 8億美金 10億美金不見 第二次 衛星爆炸 8億美金 10億美金不見 兩次爆炸之後呢 他已經瀕臨了 快要破產的一個危機 他將他所有的 家當呢 都拿去當了 跟他所有的高階主管說 我們應該要為了全世界 人類的生活 再奮鬥一次 第三次 發射 成功了 成功了以後呢 才會所謂的 有現在的星鏈計畫 有現在的低軌衛星 現在的5G呢 未來 這個車子 自動駕駛 輔助系統 等等 地球附近 發射了幾千顆 的這個衛星 所有世界的大廠 零件廠呢 都加入這個星鏈計畫 都成為這個星鏈計畫的 供應鏈 那如果 馬斯克 當年呢 第三次衛星 發射失敗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怎麼樣 把他罵的跟 什麼一樣嘛 馬斯克瘋了 馬斯克 是一個蠢蛋 馬斯克呢 只會講一些 無法實現的東西 所以這個真的是 一翻兩瞪眼 但是夢想家呢 他看待的東西 不是利益 他寧可賣掉他公司 最賺錢的公司呢 去成就他想要做的事業 像是 太陽能這種公司呢 是不是一個大坑 是啊 那為什麼他太陽能公司呢 可以做的有聲有色 特斯拉電動車 當年要 解決電池問題 解決那個 續航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 跑太久嘛 對不對 他充電沒有辦法 充太 充太多啊 然後又要解決 電池爆炸的問題 然後要解決成本的問題 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特斯拉一台車子呢 可以在這個 平價的範圍內 可以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功能在裡面 這個車子裡面就注入 馬斯克這個夢想家的 靈魂裡面 你看他現在呢 他這個這個太空運輸呢 已經比NASA 這個技術呢 都還要超越 他現在怎麼樣 要佈局 全世界這個 衛星啊 這個網路啊 以後他的手機呢 不管到任何 一個地方 到喜馬拉雅山的頂峰 到哪裡 都有通訊系統 那如果他的手機呢 結合他的車子 再結合什麼 太陽人 他說他創造這個手機 以後呢 你拿在外面呢 就可以充電了 他連線都不用 如果他這樣把他做出來 你會發現 哇賽 他真的在改變 整個世界 他真的要為人類呢 打造 第二個可以居住的 星球 所以他往火星發展 他去做挑戰 人類不可能的這些事情 這叫做什麼 夢想家的精神 所以呢 在台灣啊 我突然想到 誰是夢想家呢 韓總就是一位夢想家 你有沒有發現 他講的東西呢 很空很大很狂 譬如說 高雄呢 應該要有迪士尼 進來到高雄投資啊 對不對 高雄呢 應該人口要超過500萬啊 高雄是 多少個新加坡大 多少個香港大 整個地理環境呢 不會輸給他啊 所以呢 我應該把高雄 打造成 一個愛情城市 要有愛情摩天輪 要有迪士尼 要讓所有的人呢 薪資提高 要有三個國際機場 我們要讓台灣 所有人的薪水呢 提高 提高一倍以上 讓所有人的生活 形態 改變 我們要做觀光 讓台灣的品牌行銷出去 讓台灣的 所有的外銷訂單呢 接到報表 我們要讓 所有的交通 所有台灣的高速公務 打通 他做的所有的這件事情呢 我們要讓年輕人 出去留學 我們要產生國際競爭力 你聽起來 是不是覺得很大很空 很像在講幹話 沒錯 夢想家就是在講幹話 但是 夢想家呢 他每天想的 就是 他的那個理想 他的高度 他的未來 他在做一件 他覺得人生之中 非常有意義的 一件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 他做事情的時候呢 他想的是什麼 想的就是那個願景 跟隨夢想家的是誰 就是很多的大企業 很多的大老闆 剛說的信念計畫 當夢想家 他一件事情成功 後面 一整條 你不用擔心 不會有人幫他做這件事情 就是當所有的企業家 都聞到錢的味道 你會發現所有的企業家 蜂擁而進 就往這個目標 前進 所以夢想家就是一個 開創者 那講到寒流 會不會退燒 這件事情 寒流 退燒這件事 不會嘛 因為寒流 他就是一個 人生的一種格局 比如說 你 你是一位 人生經驗豐富 你看到整個 全世界這個局勢 在 在變化呢 然後你看到呢 你看到台灣呢 有機會呢 應該可以往哪一個 方向前進 你看到 有人講出 這件話的時候 打動你的心 覺得 對 台灣的空間 其實非常大 台灣呢 他能改造的 這個空間 非常大 他有很多條路徑 很多條線路呢 都有機會 只要把台灣行銷出去 把整個品牌做出來 不管你要做 你要做觀光 你要做半導體王國 你要做美食 對不對 你要做愛情產業鏈 電競產業鏈 等等 都有機會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呢 就是一種 有遠大的理想 你平常呢 都去思考 你平常比較不會去思考 你的生活啊 深考你的這個 一個月領多少錢 你就在思考說呢 台灣要怎麼樣呢 才可以大突破 那你會發現 你的腦袋瞬間就打開了 沒錯啊 台灣的籌碼 台灣的潛力 台灣的前途呢 可以發揮到這麼大的時候呢 你會不認同 韓總說的這一些 格局嘛 就會了嘛 所以 跟隨夢想家的 這一群人呢 就是你 你內心呢 其實是有一些想法 你是願意去挑戰 挑戰自己 你是願意去突破這些 他一定是在社會上的比例 他是有一定的比例嘛 所以 就算韓總呢 他政治毀容 你說被政治被剖留存 但是他是 他的骨頭裡面 就是一個夢想家 講出來的話嘛 對不對 那你夢想家 出來講的話 有沒有人要聽 就是有人會聽嘛 因為他講出來的話 就會認同啊 我們就會認同沒錯啊 台灣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那這樣的話 不就是會有一群 非常 凝聚力很強的 連結度很強的 你要說什麼 韓粉也好等等 沒有啊 純粹就是 這個心腦 這個理念一樣 叫韓總說 政治 是服務眾人之事耶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耶 我們應該把這個政治呢 打造成怎麼樣 我們要打造台灣天堂 讓台灣每一個人都是有錢人 安居樂業 一講出來 他不是嘴巴講 他的血液跟細胞都這樣講出來時候耶 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 欸 突然全身熱血起來 突然覺得很興奮 這就是一種怎麼樣 這叫做一種心與心的連結啦 所以呢 我自己的一種 一種 一種感覺 就是 每個人跟每一個人呢 當然就是會遇到這個環境的因素影響 就是說 我們人有四個項限呢 你是這個 你是員工 或是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創業者 或是你一個是一個 企業家 你是一個大老闆 本來在不同的 崗位呢 你就會去思考不同的 問題啦 但是 員工呆久的話呢 往往你的思考模式沒有辦法打開 那通常會怎麼樣 通常就是年紀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你一輩子 你一輩子為了上面的人付出 你得到的東西呢 就只是那麼一點點 最後最大的受惠者 就是上面的那個 然後你會覺得 你很傻眼 你花了那麼多心思和精力 最後呢 得到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你上面的那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說 韓總未來何去何從 不用擔心啦 你不用 你不用擔心說 怎麼樣 在任何的一件事情呢 他都有辦法去 做出很好的一個成績 因為夢想家的 視野 格局就是這麼大 所以你說 韓流什麼時候會燒起來 這大概很簡單啊 當台灣人 有一天他看到整個 全世界的一個 變化性 越南為什麼會變這樣 菲律賓為什麼會變這樣 馬來西亞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變這樣 很多國家 你很難理解國家 他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那一瞬間 他的大腦終於想通了 原來我們台灣 一直都沒有在前進 只是在原地踏步 這時候 韓流自然就燒起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2020年 就是我們 中華民國生死的保衛長 所以2020年 韓國瑜在這裡鄭重宣布 我準備承擔任何重要職務 為了中華民國 不是非正在說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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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